大家好,我是林子 最近总是失眠,夜里睡不着觉 90多岁的老老来告诉我一个小方法 尝试了几天,非常的管用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一个苹果,放入大碗中 加一点清水,给它湿润一下 然后加入一勺盐,给它搓洗干净 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消盐 而且苹果上面有一层果辣 加盐搓洗,我们吃起来也会更放心 这个搓洗的过程要长一点 大概洗一到两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就可以 洗干净之后,我们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分成小块 然后再将苹果盒给它去掉 苹果盒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 所以我们的苹果盒千万不要吃 然后将苹果给它切成薄片 苹果性温用于皮筋和肺筋 有很好的健脾和味 润肠通便,美容养颜的功效 其对于心脾两须肠胃不和导致的失眠 效果非常的好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根山药消去外皮 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有很好的健胃补皮,滋阴润肺的功效 切成薄片之后,给它放入清水中洗去上面的连液 然后捞出来控水和苹果放一起 准备几块洗干净的雪梨 给它切成片 雪梨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它 清热去火 清肺润肺 切好之后,我们跟苹果放一起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倒入适量的清水 扣上盖子,给它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下入几片生姜 生姜也可以起到趋寒暖胃的作用 然后把切好的食材全部倒进来 翻拌均匀,开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之后,撇去上面的抚沫 然后加入两块玫瑰红糖进去 搅拌均匀 继续扣上盖子,转小火煮15分钟 哇,好香哦 现在满厨房,就是这个滋补汤的香味 好了,十分钟之后 我们这个苹果山药滋补汤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道汤的口感清甜 非常的好喝 像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喝这个汤 可以很好的健脾和胃 养心助眠 常喝它,还可以提高抵抗力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点赞 关注转发一下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